赵乐斯最新亮相又翻车了 应挤唱跳赛道 装面又脏又油腻 赵乐斯在2024美好奇妙夜跨界挑战唱跳 装容和表现遭网友吐槽 他舞姿僵硬 装容油腻显老 引发粉丝不满 作为演员 赵乐斯应回归初心 提升演技 注重形象管理 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陌离的世界里 明星们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瞩目 近日 95后新晋女星赵乐斯在2024美好奇妙夜的舞台上 因跨界挑战唱跳和妆容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为凭借甜美笑容和林佳女孩形象迅速崛起的流量小花 此次亮相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争议 美好奇妙夜 本应是星光异异的梦幻舞台 却成了赵乐斯唱跳能力的赵妖镜 赵乐斯以一首全英文新歌 You are 进行了舞台首秀 这首歌只在还原一位当代女性自我觉醒的过程 然而 比起曲子的歌调和歌词的意义 大家更关注赵乐斯在舞台上的造型和表现 活动当天 赵乐斯身穿一席露杯黑色深V短裙 分格内化而神秘 为了和服装分格搭配 赵乐斯的妆容也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眼影 眼线 高光和腮红全部上阵 眼睛下方抢眼的紫色眼妆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 这场盛装打扮的亮相 却并未如预期般经验四座 反而引发了网友的一片吐槽 赵乐斯在舞台上的舞蹈动作并不多 但即便是这有限的几个动作 也暴露出了他肢体的僵硬 有网友指出 赵乐斯在跳舞时显得格外规矩 按部就班的做着舞蹈动作 缺乏流畅感和自然感 他可能想让动作轻盈一些 以掩盖自己的生疏 但达到的效果却是滑来滑去 更显突兀 此外 赵乐斯在舞台上穿着高跟鞋行走时 也显得磕磕绊绊 这无疑进一步影响了他的整体表现 除了舞蹈动作的问题 赵乐斯的妆容也成了网友吐槽的焦点 精修图中抢眼的紫色眼妆 在舞台打光下向熬夜的黑眼圈 失去了魅惑感 增添了憔悴感 再加上油腻的脸庞和过度使用的高光 让赵乐斯看上去疲惫不堪 有网友戏称这种妆容为脏脏妆 认为他不仅没有提升赵乐斯的颜值 反而让他的形象到打折扣 更有网友指出 赵乐斯的这种妆容与网红寒安然有几分相似 让人不禁质疑其团队的审美观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全面翻车的舞台妆容出自赵乐斯本人之手 这也让粉丝们纷纷喊话换化妆师 找专业的化妆师 粉丝们认为 赵乐斯作为公众人物 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 而专业的化妆师能够更好的帮助他打造 适合舞台的妆容 然而 赵乐斯似乎对此并不以为意 他在新剧《徐我要眼》中的妆容 也都是自己化的 这一行为再次引发了粉丝的不满和吐槽 赵乐斯此次跨界挑战唱跳赛道 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然而 从结果来看 这次尝试并不成功 赵乐斯的唱跳表演被指声色僵硬 与专业的唱跳歌手相比差距明显 而他的妆容更是成为了网流吐槽的焦点 让他的形象大打折扣 其实 赵乐斯作为演员 在演技方面还是有着不错的表现的 从传闻中的成千千到星汉灿烂 他凭借甜美的长相和不错的演技赢得了不少粉丝的喜爱 然而 人红是非多 赵乐斯在走红之后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和挑战 他试图涉足唱跳领域 但显然这并不是他的强项 这次跨界尝试的失败 也让他一时带了自己应该回归初心 专注于演技的打磨和提升 在娱乐圈这个大舞台上 明星们需要不断提升自我 找准定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赢得尊重 赵乐斯此次的翻车事件 无疑是一次警醒 他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 并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娱乐圈中走得更远 更稳 同时 赵乐斯也应该注重自己的形象管理 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备受关注 因此 他应该选择专业的化妆师和造型师 来打造适合自己的妆容和造型 只有这样 他才能在舞台上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并赢得更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赵乐斯那长相和舞技确实挺多人说三道四的 但他靠着自己那股拼近和独特的个性 在娱乐圈混出了点名趟 他那股子努力尽头和取得的成就 真是让人由衷的佩服 不过 要想在努力和成就之间找到那个平衡点 还有怎么在颜值和舞技上更进一步 这还是他接下来要努力克服的难题 赵乐斯前程似锦 既当演员又唱歌 在娱乐圈里游刃有余 一个机会接着一个挑战 不过 要想在颜值和舞蹈上更上一层楼 还得在个性塑造和审美风格上 找到自己的特色 这可是他必须一个个攻克的难关 咱们都希望赵乐斯未来继续努力 不断挑战自我 成为更棒的演员和歌手 总之 赵乐斯此次跨界挑战 唱跳赛道合装荣方车的经历 给他带来了不少争议和挑战 但他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并找到自己的定位 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娱乐圈中继续发光发热 并赢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喜爱